美国陆军研制疫苗 抵抗多种冠状病毒 美国陆军日前宣布投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苗研发 在经过动物试验后 该款疫苗4月6日在华特里德陆军研究所 RAIR展开人体临床试验 研究人员表示 美国陆军研制的疫苗使用新科技 将有助预防新冠肺炎变异病毒 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与中东呼吸症候群 MERS等任何冠状病毒 Coronavirus所引发的严重病症 即将展开人体临床试验 RAIR属美国陆军医学研究与发展司令部 IR新兴传染病主任莫杰拉德指出 早在新冠肺炎变异病毒出现以前 美国陆军就持续关注其他新型冠状病毒出现的可能性 希望透过能抵抗多种冠状病毒的疫苗 提升全球民众对病毒的防疫力 RAIR自去年1月展开冠状病毒疫苗研发 科学家利用一次涂铁蛋白奈米颗粒 SPFN技术 以阻挡任何冠状病毒可能引发的感染或免疫反应 有望预防流感 新冠变种病毒 SARS与MERS病毒 RAIR研究员指出 目前疫苗已在实验署与猴子上完成试验 接下来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预计招募72名18至55岁的健康受试者 分别施打安慰剂与疫苗 一旦美国陆军证实有效 将预防新冠肺炎及因冠状病毒所引发的疾病 无疑是一大利器 疫情以来 美国五角大厦逾27.1万人确诊 共332人死亡 其中24人未现役官兵 目前五角大厦相关人员 已接种约210万剂新冠疫苗 健康生活编辑部